这里是特别关注 其实通过刚才的新闻当中 我们已经了解到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是最早投入一代研究的智库之一 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有幸 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 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刘志勤先生 刘先生您好 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直播 在这里其实我们不妨先来回顾一下 2013年的9月7日 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 发表演讲 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畅想 一个月之后 习近平出访东盟提出了 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由此一带一路正式走入了世界的视野当中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完美阐释了经济全球化 这个世界性的课题 其实刚才的片子当中也提到了 三年多的时间来 当初由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这样的一个中国方案 如今在各国人民的携手努力之下 已经结出了累累硕果 那么刘先生 就想请教您 给我们大家讲一讲 你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就 核心关键靠的是什么 从一带一路提出来到现在 正正三年多的时间 我们可以说 中国已经经历了非常大的改革和变化 特别在全球治理的环境当中 中国的里内 已经逐步得到了进一步的国际认可 这次一带一路的高谈峰会和领导人峰会 就突出体现了中国建议在国际上 所得到的认可和支持度 因为这是中国在最近几年的国际大型活动当中 首次以一带一路为专题组织的峰会 而且有28个国家的首脑参加 还有很多国际组织的首脑参加 所以得到了空前的支持和反应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感觉到 一带一路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果 应该说一个核心因素和效果 取得了比较大的成果 特别是我们的政策沟通 因为这一带一路的核心是五通 而政策沟通是放在第一位的 这个政策沟通的目的和重要性不言而喻 首先各国国家有很多的不同点 那么如何在政策层面上保持高层沟通 这是至关重要 我们中国经常所说的顶层设计 也就是说要从政策设计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中国有句比较细以为常的话 就是刚举目章 也就是说一切以政策为刚 而刚举目章当政策通了以后 其他一切都通 所以从现在三年多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的一带一路已经从理念 从建议 从设想 已经落实到了很多的实际的丰收成果 在中国的成果上 我们可以看到 一带一路所带给 沿线国家的具体的成果 已经非常明显 很多国家的领导人 或者说企业家 或者甚至是民众 整个社会团体都已经反映了 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不仅是有理论 而且有实践 把中国的所谓的观点 和中国的发展成果和经验 推广到了所有世界的各国家 和各个角落 在最近我们也发现 在一带一路各国家 大概有44亿人口 如果现在大概有30多亿国家的人口 已经体会到了一带一路 所带来的热度和温度 他们感悟到了中国一带一路 所给他们带来的这种成果 和生活上的改善 因为一带一路现在时间很短 真正的项目落实 是在最近一年的时间内 在头四个月 我们也了解到 中国对外的投资 已经达到将近2万亿人民币 也就是说在未来的几年 还有5000亿美金的投资 在中国的实际方案 刚才您也提到了 用一个词就是刚举目张 来比喻这个政策沟通 它的重要性 其实说到 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 重要的基础和保障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短片 我们先来看一看 政策沟通 是一带一路建设的 重要基础和保障 三年多来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的共建 与沿线国家的元首 总理和首脑沟通磋商 达成广泛共识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已经与多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实现对接 包括哈萨克斯坦的光明大道 俄罗斯的跨欧亚大通道建设 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越南的两廊一圈 柬埔寨的四角战略 印度尼西亚的全球海洋支点构想 蒙古国的草原之路 还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等 更多的战略对接还在持续推进中 三月底 中国与澳大利亚表示 同意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与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计划的对接合作 近期来华访问的 以色列 密克罗尼西亚 马达加斯加 尼泊尔等国政要 均表达了对一带一路的支持 中国积极强化多边合作机制 上海合作组织 中国中东欧16加1合作机制 中国东盟10加1 亚太经合组织 博鳌亚洲论坛 亚信会议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等 多边合作机制不断取得进展 带动了更多国家和地区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最新数据显示 中国已经先后和沿线国家 签订了将近50份政府之间的合作协议 以及70多份和包括一些国际组织 在内的部门之间的合作协议 一带一路的朋友圈正在不断扩大